从自家小院到镇东的十字街口 在这条长度不足200米的石板路上 高昌达老人走过了整整60年的光阴 对于石牌坊上的光路二字 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记忆 作为摇安高氏家族的直系后人 高昌达从小就听老辈说 光路二字是源于古代官名 他们的始祖高太明 曾被朝廷封为光路大夫 后人便以其官衔的光路二字 来称呼高氏家族驻地 光路镇也就因此而得名 光路古镇作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年轻时的高昌达亲身体验过它的辉煌 商谷浮凑 店铺满街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 穿越云南省中部的公路干岛不再通过这里 摇安失去了交通优势 光路古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2013年 云南省政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推进全域旅游战略 光路古镇的修复保护工作提上了日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五开间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 官府的一个建筑 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 按照一个修旧如旧的这样一个原则 所碰到的难度最大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木料 是很难找到这么大的一些柱子 光路古镇需要修复的不仅有明清建筑 还有古镇居民的生活气息 因为只有活着的古镇 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 光路古镇修复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们 走访了大量生活在古镇上的居民 高昌达是他们重点走访的对象 2015年 光路古镇第一期修复工作完成 高昌达老人也直接参与了古镇的修复工作 看着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屋 重新焕发光彩 异常欣喜 他最乐意做的就是把古镇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他总会行走在古镇的街市间担任义务导游 高昌达似乎已成为了小镇的形象代言人 2017年 光路古镇入选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因为光路古镇不仅仅是承载高氏家族荣耀的 这一座座建筑也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传奇 来到这里的游客们希望通过读懂光路古镇 来了解云南的历史变迁